大家這麼關心我後面掛點滴 因為只是為了方便 一句謝謝外界關心 戴著口罩的陳姓救護員 說話還是有些鼻音 前一天她一邊吃飯一邊掛點滴 點滴帶還是用衣架掛在衣領後面 當時手上還有掙扎的繃帶 照片曝光後大家都覺得她很辛苦 但是陳姓救護員說其實是過年執勤 擔心影響病患權益也不想浪費醫療資源 才希望自己能快快康復 怕那個感冒如果救護班的話 會傳染給一般民眾 所以就先預防治療 遇到吃飯時間就沒有那個支架 所以就直接掛衣領後面了 當時學長發現 叼點滴無法好好吃飯 想出這個辦法 用衣架掛點滴 然後管線順著背部到手上 果然不影響行動 主管有幫我排開請問 他說看我身體不舒服 所以先變成救災班待命 然後點滴是一包流速條比較慢 所以大概掉了一個小時 飲用水就是一個很簡單 最方便的一個治療方式 那本身我原本自己是救護人員 所以說就藉由這個方式來 讓自己恢復比較好 28歲的陳姓救護員到指一年 平時很認真 因為學長具有救護士資格 可以協助打點滴 加上診所醫生探診後 恢復狀況良好 繼續過年執勤 台北市消防局統計 大年初一到初四 有26件救災案件 1360件救護案 另外衛民服務有121件 案件量不少 大約600人輪值排班執勤 相當辛苦 還得先確定自己健健康康 才能不讓自己陷於危險 救援病患 TVBS新聞林雅南台北報導